我们在这一代尝试的就是把沙丘全部让出去 就是沙丘上面我们不用管它了 沙丘和沙丘之间形成了这个低窝处 我们用自然的方式把一个苗补进去 它就利用秋天苗木休息了以后的这样一个时间差 因为秋天是天气一降温了以后苗木会被冻在土里 这个时候它基本没有蒸发量 所以苗一直是活的一个状态 包括冬天彻底把它冻起来的时候 其实苗的根部还是活着的 那么它不需要营养吗 它需要温度 它始终在等温度回暖了以后 它的根会最快的速度扎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打的什么呢 打的这个时间差 这是你怎么知道的这个道理 这种方法 还是谁教给你的 我一直想追求节水 刚开始我们为了节水用滴罐 但滴罐的成本太高 而且你还是在用水 那么比这个更节水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能够不浇水 那么怎么能不浇水 冲击灶林肯定得浇水 你躲不过去 那秋季灶林呢 就想到秋季灶林的方式 那秋季灶林 那么最少的去减少它这样一个破坏 就是前叉以后是放一个苗 把它打垃圾 打死了一样 就听不出来 那么如果这个苗呢 它最早的它认识到 就是我们说叙事待发 这个力量很强 那么它温度一起来 它就把这个根扎出来了 那它就能吸到足够的水分 能让它自己来生长 它等于在积蓄力量现在 我们不用自然的任何东西 我们只是给自然添加一个苗 然后用这种方式实现 它这个生态的修复 那我想知道 为什么你不在那个沙丘上中 一定在它这个沙谷里的 因为是水分 我们看沙漠下面 沙漠下面 上面一层干沙子 下面就是潮了 看见了 对 是吧 上面的干沙子是形成一个阻断作用 让防止下面湿沙子的水分蒸发掉 所以它会一直把这个水分给锁住 可以这都不一样 真的好明显 如果我们看过农田 农田如果是农田干旱了以后 会什么呢 会大地会裂开 但是沙漠绝对不会裂开 因为它把水分全锁在 干沙子把水分锁在这个湿沙子里 完全是潮的 所以我们要防风 风防住了 上面干沙子吹不走 水分就能流下来 为什么在低洼处 就是因为水分从上面逐步要汇集到低洼处 所以低洼处它的水分条件更好 另外一个就是 风一吹上面的干沙子 会来回吹掉几十公分 甚至一米深的沙子来回吹 所以你非要在上面种树的话 难度太大 而且你还成活率不好保证 它这还挡风 那我们就干脆把它放弃 我们放弃它 然后我们就把下面 种完了后那就把风沙给挡住了 沙丘就已经移动不了了 那它沙丘和沙丘之间 我们逐步把它修复到一个非常自然的状态的时候 整个的生态环境它其实就已经改变了 所以就是我们没必要非要冲的那去 我们过去上那个上面非常难 我们要人工炸草方格 做好多设施 然后最快把树种上去 但是种完以后你会发现三年以后它还要把你吹掉 那自然的力量你挡不住 那就不要管它 顺势而为 有点像那个刨丁解牛 你得找到那个关节在哪 找到这个点在哪 找到我们种树的位置在哪 找到我们种树的时间在哪 找到我们种树的种类是什么 这样才能 那咱们看看 咱体验体验 好 这个因为是季节的原因 所以我们一般会再晚一点 这个季节稍微还是有点热了 最好是下面接了两公分的冰 就是土已经冻住了 我们拿个签子 把这个冻土打开打个洞 然后把苗木投进去 踩一脚踩湿 然后就等着它自己的 这些绿的都是自然的 这是自然的 我们要种的是这个 这是花棒 你是先要在屋里育苗吗 对 在地里面育成苗 然后就是把上面的干沙子稍微移开一点 我们是随便选个地儿吗 没事 它大概有个眼 在这个位置 这个 我看见 这个位置 在那个位置 这个眼是怎么选的 大概我们是确定一下最终的位置 就离那个坡顶大概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一直朝那个方向去种 然后这个之间的距离 大概会放两米到三米 然后挖就是一敲声 挖一个坑就行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苗 这个苗它是用容器加了一些营养 然后这个就是不要把这个苗弄碎了 就是得轻一点就去取这个 然后取完了以后 然后我负责放苗 文涛老师可以 签土 对 尽可能签湿沙子 因为这样的话 它的水分要更好一点 我填你手上了 没事 这个季节好 我们到冲天种树的时候 全闭着眼睛 下面的人就一直在闭着眼睛了 最后面一步就是给它采湿了 因为采湿了以后 它的水分就不会蒸发了 所以就尽可能的在这边采湿 我们什么时候能知道有没有种火 明年的五月份 那得告诉我们 没问题 我觉得它挖这个坑不够深吧 哪个 这个坑 这样可以吗 来我再给蒋叶削吧 当然这个是越生越好 对 因为它的跟月朝下面的湿沙子去接触 它不怕埋 所以可以生一点 好 来 放的时候你不好放了 那你来吧 我来放 是这样吗 对 这样 就让它舒展的感觉 我给你收到了 来去 成活率低一点 但是它是会非常接近自然的这种方式 你到时候 比如你一天能够补多少颗苗 一天像我们来做的话 大概能做到三万颗苗左右 哇一天三万颗 能活10%就是3000 对 我们不用搞太高的 其实这个苗就是我们育苗的成本并不高 然后栽质的成本也不高 最高的成本就是浇水 所以当我们用这种方式 今后去能够把这个实验做成功 再修复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无限的可能 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沙漠 沙漠的沙丘和沙丘之间形成的地洼术的时候 我们都有可能让它恢复到它过去的一个条件 来我在这儿跟温头老师一起 咱们俩一起 这是咱们俩一起栽的 对 骑骑骑骑骑骑到神树去 因为阿拉善是驼香 驼香对 我们要拍出感觉来 咱们有缘 它冲我走过来 可能就跟我有缘 哎呀 脚尖剑裁 脚尖剑裁 骑骑下来的时候最恐怖 就是它特别高嘛 咔一下下来 骑的时候慢一点 小心 好 嘿 我也自己走过这个古树 走了几十次 第一次骑骑骑进了 第一次骑骑骑 对啊 看到前面那棵树了吗 哦 那棵树 这个是很神奇的一棵树了 好看 我就经常在这样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说你三百多年的这棵树 三百多年前就它一棵吗 它在这几百年的期间 在这个沙漠上 你想想它看到了些什么 它经历了些什么 这个都是它的根呢 这是根 扎进去了 牧民对这些都觉得非常神圣的 像这些落下来的树枝在这 都从来没有说是拿回家当柴烧呀 这些神树 都暴露在这 这个哈达都他们围的是吧 对 鱼树 我就想不到沙漠里能找鱼树 来可以在这摸一摸这个 哦 哦 这个它就跟有多广 咱们没法知道是吧 跟整个延伸出来直径上百米的嘛 所以它已经到那些沙丘的下面去了 所以上面现在有 有个喜鹊窝 那个上面那个是有一只老鹰的窝 哪个位置是老鹰的窝 那个最上面那个亚 刹那有一个窝 那个是个老鹰的窝 您都能分得出来 不是 我们能经常来的话 能看见那个老鹰从那个里面飞出来 我出生在这 我出生土生土长的阿拉扇的 三月份 四月份 在阿拉扇来讲 是我们最讨厌的一个季节 就是天天是沙尘 不管是羊沙 浮沉 沙尘堡 这基本上在三四月份的时候不会断 你看过去这个老中国人 那就叫种树 修桥 捕路 就是民间干这个的 那都是大善人 斗大善人 就是失踪啊 可能最后面我去种树 是不是给家乡 反倒是并不一定是非常那么重要了 就是因为你在种的过程中 建立了一种和树的一种的情感 你在天地之间 原来能做这样一件事情 可能几十年以后肯定没有我们了 但是有我们种过的一片树 还在这个世界上 然后还在守护了这一片沙漠的时候 我觉得作为人生来讲 已经能够得到非常大的满足了 我正在想 如果我们把这个沙漠叫做是汉海 对吧 你种一棵树就沧海一树 对吧 实际上非常非常的渺小 我们的努力非常小 那但是呢 你努力了 其实它就会有一些些的这个改变 对 我也做过一些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 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以前种树 也是 谁也想马上看到绿色 所以当树种下去了以后 别人说 你们种树 这个不行呀 看不见绿色 着急 然后去喷灌 直接水喷上 然后很快长起来 然后到了三年之后 两三年之后 以前出来绿色 感觉一大片绿色的全部褪滑掉 全部死掉 那时候你心里面就感觉到 特别的对不起 就是我们为了一个项目 然后把这么多原本真正的 扎根在扎的生命 让我们就全部都给牺牲掉 全部都给都给浪费掉 所以从那个之后 反正是也对我的影响挺深的吧 开始在种树上有些改变 哎呦 这一下就启发我呀 就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啊 过去啊 在这个你像小国寡民老子说那个时代 在真正的大自然里 人的作用非常小 那么一切就可以自然而然 人不用动什么脑子 但是呢 现在我们发现环境被破坏了 那么我们要改变 但是呢 你动一发 就牵一发 而动全身 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保护某种 那个那个好望角那个地方 某种鱼类的报道 就是啊 说哎 这种鱼数量锐减了 对 好 我们不许打了 对 然后甚至人工培制我们要保留 但是呢 这种鱼的数量增值了以后 它的食物链下边的那个和上边的那个都不对了 对 于是呢 就是说我们又必须得计算 对 其实我就说啊 这是人类在尝试动小这个生物链的秘密 对 就是过去是由天算的 对 多少羊 多少人 对 对 对 今天呢 靠电脑或者靠你们科学家 对 你们要不就别干 要干你们就得全管起来 就所以我就觉得人类为什么在进行 也可以说是很伟大的工作 就是说咱玩不玩的转这个事 你知道吗 我就开始 对 就是你 咱们必须得玩的转 你明白我的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 就是我们有可能 非常明白 就是包括我们在种树的时候 其实完全也是一样的 我们别无选择 你没有太多的 没有太多退路了 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现在 无论是从全球变弹也好 冰川的消失也好 或者我们现在物种的消失也好 其实我们已经到了一个 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步 我们现在都很难想象 从现在开始20年后30年后是什么 对 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是两点都需要做 刚才说的就是整个对一个生态环境 包括牧民的生活里面 我们需要去修复这样一片生态 但同时我们需要在这个里面实现这样一个各种生命的就是生物的一个这样一个命用共同体吧 我们叫和谐共生 那么最后面我们也不可能把人赶出去 对吧 不能说你最后面实现的一个和谐的自然是没有人的一个自然 那这个自然 第一个也不从在第二个也没有意义 那么有人从在的自然需要怎么样去做 就是我们现在去做的很多事情 打个比方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 我们带着牧民来种树 相信我们看到的未来 然后我们就能坚持到那个未来实现的那个时候 因为呢就是关于这个人类的活动影响地球这件事 我觉得实际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 我是这些年才意识到说自然 什么叫自然 其实呢 几十亿年前没有生命的参与 连蓝天都没有 对吧 天是红的可能 都是什么甲烷的什么 它是因为最早出现的蓝藻 前些年太湖不是治理蓝藻 就那蓝藻啊 它制造大量的氧气 改造了这个地球的大气层 它才生命的这个产生 你就知道其实呢 生命要是缺了位 连地球都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反过来我开始相信 我觉得那既然如此 这种生命的活动 它会继续影响地球 你包括你人 你这种生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工业 而且你这个力量就是臭氧层那个洞 那个也是真的 我后来才知道就是说 就一个很简单的冰箱里的这个福利 后来就有几个科学家到处呼吁到处上书 说已经有一个洞了 然后各国协同采取错误 你看现在是用冰箱都不用 不用福利昂 据说那个洞的填补上不少了 就说这是一个人类干预的 并且见到实际的一个案例 所以你看我是近些年来才慢慢开始相信 这个咱们可能真能祸害地球 我们真是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阶段了 我们现在手里拥有的能力太强大了 这个强大对于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改变自然 简直是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我们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 其实我们在形成大量的破坏 在这两者之间 我们要考虑一个财富等幸福的问题 我们过去破坏它可以修复 我们将来再破坏了它还能修复 它是不是我们这样能不能可持续的 就是个人来讲我们的幸福是什么 需要重新来定义和理解 其实说到底还是为了人类自己 地球并不在乎你破坏 也的确是你能遭害地球 你也不要太拿自己当过去 只不过是把你自灭了 你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 你这个物种灭绝了 你改变的是你人类在地球上能重活的环境 人地球还无所谓 实际说了半天你还是为自己 所以你就更应该 通过我们这些努力是可以做到 我们上次去我们去合作造的那个牧民家去 然后当时也是在采访 然后那个牧民很骄傲地说 这是一片黄沙 但是三年以后这是阿拉山最好的操场 真是 他们有自豪感 对人家自己种的 当我们支持的去做 人家自己种的 人家自己就可以在里面放牧采种 这是我自己做出来 我自己来控制 但是他比谁都心疼 那像您就是这么多年在这里 有的时候您就是经常是一个人 独对天地 独对这个地方 您觉得对您的观念上 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 就是新的启发 您会就经常受到什么一些感悟吗 在这里 生命会教给我们很多 原来狗尾草的生态是什么样的 我们感觉到最谦卑的 感觉最不起眼的这些东西 原来它们是这么复杂的 我最近也是看一个关于森林的纪录片 那这个最新的研究 就是咱们老说这个万物是一体的 这可能是真的 就是就像阿凡达那个电影里 比如说这个现在知道这个森林 一片森林在地底下 它是全部有一个网状的结构 全连着 好像是一种菌类 是一种菌类 这种菌类就连着所有的树草和植物 甚至哪棵树死了 它都能有感应 现在科学家怀疑它们之间 就一个森林是一个生命体 它通过这种菌丝一样的东西 它是沟通信息的 就像我们的脑神经 我自己现在也能感觉到 我现在能够感觉到自然 包括沙漠或者是我们种的树 你会感觉它们非常的聪明 就是因为它会应对的你去 比方说我们种的一种沙怪藻 我们人工种的时候 有的时候难度就特别大 就是你在没水的地方 你不知道哪个地下有水 所以你不会种 但是你一旦一颗沙怪藻种在那 它自己扎在那了后 它的根就不停地沿着有水的地方 就开始穿出去了 然后它就自己一点一点就出去了 然后我们没有做过 然后它自己就长出去了 我说这个信息是从哪来的 然后后来我们专门去研究 会发现它不是一颗沙怪藻 它是一颗沙怪藻 在这边落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沿着这条沟里 突然间沙怪藻的数量就增加起来了 就是这个是从哪来的 我们也现在搞不明白 但我就觉得自然的这种 里面存在这种力量 所以你说这植物 它其实就是不会动的动物 沙漠的种子 有的时候它可以在沙子里面 待十年以上 到十年内 它就等着合适的时机 它才长出来 它不死 它不死 它能保存到十年以上的种子 然后就是在等着什么 就是这个时机是不是合适 我是不是决定要发芽 当这样一个命令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经常在这家做的时候 我在想 我说你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连接 其实当我们去探究 或者是去考虑这个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在和 就是自然的这样一个神经网络 或者它的一个信息网络 我们想努力的去建立 某种连接的一种努力 所以我经常去看树活没活 我能用手摸一下 我就知道我们的苗子活没活 它也像阿芳达 也像在电子一记 就能对话 因为你觉得 你能看到它的根 所以我就觉得 你可能对人的生命观 会不会也慢慢有不同 我对现在整个的社会的发展 不管是日本也好 中国也好 其实我一直也是有一种疑虑 或者是有一种焦虑 就是我们已经建立了 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 一个社会系统 而这个社会系统 要不停地创造财富 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 其实是我们不停地要伤害 我们原本赖以生存 这样一个环境 而我们对这样一种伤害 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意识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都是在一个 用转的一个体系里面的 一个零部件 一个点 一个螺丝钉 螺丝钉 我们都在里面在转 但是其结果是 我们带动了掌握系统 实际上它在朝着 一个崩溃的一个方向在走 但是怎么改变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来 所以我现在在讲课的时候 我开始提出来 对我们整个现在 这样一个社会系统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现在开始种一棵树吧 我觉得您就是心就定在种树这件事情上 其实在今年 我有时候也 我也是觉得说 人经常会怀疑自己做的事情的原因 实际上是因为你对那个结果期待太大 你老想说 我要不做多这个吧 一看这个领域行不行啊 蓝海还是红海 对吧 这有没有机会啊 对吧 然后你想太多了 因为实际上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能做好或者能改变 而是说我还能干什么呢 我不这样还能如何呢 对啊 不这样我的心定在哪里呢 择一世 终一生 对 如果说有希望的话 唯一一个就是写在你的帽子上 嗯 就是啊 我觉得你提出这个心很重要 要不是中国王阳明就讲心学 就是心能转静 对 心能转变环境 如果全世界哪怕有50%的人 跟你一样想了 所有的国家元首 对 都一样想了 这幻境就转了 对 说容易 对 也很容易 对 从个人的安顿来说 就是做就是了 对 做就是一切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你天天就充实了吗 那活着有什么意义 没意义 做就是意义 你默然回首目一成名 对不对 而且说不定他这么强的生命力 最后他就是这个 最后能胜眼他 哈哈哈 你得多拜拜 我是想着当今后 当我没了的时候 他还在这儿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因为那边不是有湖吗 我们一会到那个湖边去看一下 过去腾克里沙漠里的湖太多了 所以牧民也也都不给起名称 嗯 所以那个湖的名称叫纳尔图湖 用汉语翻翻过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个湖 有个湖 哈哈哈 就是实在不用起了 所以它叫纳尔图湖的湖有很多 嗯 翻译过来就都是有个湖 有个湖 有个湖 哎 这名字好 所以我们现在去的地方叫有个湖 哈哈哈 有个湖 哈哈 你 你在这里面走过多深呢 我在这个里面 自己在这边走的话 难道一天走三十多公里 哇 哈哈哈 看这沙漠的翅膀 对 对 还真像翅膀 对 它就是说一层一层就就过来了 像那鸡翅木 嗯 呵呵 好看啊 哇 感觉到沙子吹在脸上 吹在脸上了 我都嚼了它了 沙很细的这个 对 所以你们就是走过一次沙漠 你沙子在你身上大概能至少留上小半年 啊 真的 因为你的衣服里 你回家洗完衣服 再洗衣服 你会发现还有沙子能洗出来 哎呦 永远都在呢 啊 沙脊不好走吧 沙脊不好走 所以一般在沙脊上 只是上来找一下方向 大部分时间呢 会在下面走 对 这儿稍微硬一点 哎 吴老师领咱们来到了沙漠里 见到这么一片湖啊 太宝贵了感觉 太宝贵了感觉 这就是沙漠的山 这个沙风上的水慢慢的渗下来 所以在那边呢会形成的它相对水淡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芦苇 那是一片芦苇荡 哦 然后到这边呢 它的盐分越来越高 所以盐分呢堆积在这片 都看得见白色 对 而且中心湖水有点粘稠 对 所以它这是一个咸水湖 但即使在咸水湖里 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生命 比如说下面看到有些 发白颜色壳一样的 那是一种红虫 就是红虫是在咸水湖里的一种虫 这等于芦苇水里 对 还是有生命 这个沙漠里的湖泊 它通常是出现在沙漠的中心地带 对 就是越朝沙漠深处走 越回到了沙漠的低处 然后就有这个 这个沙越多 它保住的水越多 所以保住的水分 就在低洼处里就会形成湖泊 这真是个物极必反的道理 对 我过去见的比较多 比如说像那个撒哈拉沙漠 我老是看到就是沙漠的尽头是海洋 对 对 您这边的沙漠的尽头是你种的树 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湖泊 像藤克里沙漠过去 我们叫千湖沙漠 我们希望生态的修复得更好以后 那有更多的湖泊 沿的湖泊 有更多的绿洲 其实这个就是自然原本的样子 那这里面还有一眼泉沿 在后面有一眼泉沿 所有的在这边养着牛了马了 都去那个泉沿那去喝水 那是淡水 那是淡水 即使是再怎么样的咸水湖 周围都会有淡水 来去作为这个绿洲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水 所以游牧民族就是竹水草而居 对 那边看到的是一片沙枣林 那片沙枣林是50年代种植的 也是人工种植的 但是没人管了以后 现在逐步返造成了一片森林出来了 那个是完全人工种植的一片 所以它已经加入了自然的循环 它已经进入到自然的一个循环里 它适应了这个土地然后一片出来了 然后把那片的沙挡住一点 所以咱们真是应该这个参透自然的玄机 就是能够说怎么动一下就能够借力打力 让它其实它本来就是能自然生产的 对 只是我们已经破坏了 我们需要人为的再稍微给它一些修复 所以就是我们把这个稍微的一点怎么去很好的去界限 就是我们已经有点改变了 所以我们已经不是说我们过去原始社会的自然了 已经改变了 那我们就要在改变的基础上多少你要去有些人工 你完全依靠重粹的自然 对 已经很难修复到过去的状态了 对 你不能糟蹋到半截不管了 你还得收拾回来 是吧 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湖泊也是现在过去夏天这个湖泊会干旱 就是彻底干掉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整个生态整体的在好转了以后 水分再增加 所以这个湖泊现在到了夏天也基本都是有水的状态 对 我在这个湖边我都能感觉这个风跟刚才我们在沙里的那个风不一样了 润 对 再过一段时间天鹅就来了 天鹅呀 还有天鹅呢 然后你到了五月份 月尾花开沿了这个湖畔全部都是一片蓝色的时候 很漂亮 感觉像到了江南是吗 对 那个瞬间尤其翻越一个沙丘 突然间看见这么一个湖面 这么一个绿洲 还有花开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特别忧心的感动 嗯